大家好 今天我准备跟大家分享的 就是春光花月行的第28章 它的标题是这样写的 尋方正勇花灰侣 气格难为城下墨 那究竟是讲什么的呢 原来这个章节 就是讲三十年代的大上海 两位非常之出名的名记 一个叫做富春老陆 一个叫做含烟老五 什么叫做富春老陆呢 原来富春老陆的意思就是富春流的老陆 含烟老五 我在上一集都讲过 在以前的长三堂子 他们很多时候的名记的名字是会重复的 比如第一个叫做脆脆 那个叫做老大 如果第二个又用脆脆的名字 就叫做脆脆老二 有第三个用就叫做脆脆老三 好了 富春老陆 就是指富春流 都是一个长三堂子的名称 他就叫做老陆 可能就是同一个妓女的名字 他是第六个用 所以就叫做富春老陆 说到这个富春老陆就厉害了 他在当时一个选美的比赛 叫做花国选美比赛里面 是拿到冠军的 所以就叫做花国总统 而含燕老五就是花国的副总统 原来当时 他们选美就不是冠军 亚军殿军 是有总统 副总统 可能是军长 司长 咦 真的跟当时的政局 都很类似 因为当时大家都知道的了 军阀割据 你打我我打你 有些大帅 督军 军长 估不到 连花国 都是这样 说到富春老陆就真是厉害了 居然 有一个军长 为了他 连命都没有 这位军长 就叫做 不恕程 他就随属于 张中昌 的徽贺 在张中昌的心目中 他这位军长 就是 能闻 亦都能武 所以 就派了他来上海 当然 当然是抵御外敌 不过无奈 这个世界永远都是这样 英雄 就难过美人关 而这位 北将军 他的外表 他就思思文文 看上去 就好像很散弱 但是 原来 他都是一位 是 铁针针的汉子 所以将中昌 才派他来 上海 是抵御外敌 不过内航 当他去了这些烟花之地之后 就迷上了 傅春老落 直接将很多军事上的东西 他都不理 曾经 作者金不换 就想访问他 去到他的公馆 当然他有些副官 就问 副官 我想见到你军长做个采访 军长说 你不知道 我们的军长 他 不会在这里 他一定去了 总统府办公 如果不说 大家就以为 这个军长都很努力 整天都不回家 就走到总统府办公 原来所知的总统府 就是花角总统 傅春老落 他的闺房 虽然他是山东的 督军张中昌的外长 只是榴莲烟花之地 前线的战事就一日 一日紧急 最后 他一败涂地 还回到山东 亦都是因为他失职 最终都被人枪决了 所以大家可以想想 一位能闻能武的将军 因为一位妓女 最终录得 被枪斃的下军 值不值得 除了傅春老六之外 还有一位 就叫含春老五 说到这位含春老五 都很厉害 怎样厉害 我留下一辑 再跟大家分享 好不好 好吗